-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哈囉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這一集是拖高大哥的福 跟師緣大腸面線老闆娘的福 才有機會看到這一台 2024年的SUZUKI SWIFT 1.2的清油店 這一次我們阿呆說指名藥什麼藍 研發七年的糖果藍 它是叫糖果藍嗎 它就是叫糖果藍 屁啦 它是說糖果色 然後糖果色就沒有雙色嘛 對不對 他們是那個是有點像薄荷綠 跟那個什麼才有屋頂黑色是不是 薄荷綠是灰頂 糖果紅是黑頂 哇 年輕人記憶力很好 這個清油店混合 自然進氣直列三缸 雙突輪軸12氣門 排氣量1197cc 最大馬力82P 最大扭力11公斤米 馬達出力3HP 小馬達壓縮比13.9 前輪驅動CVT七速手自排 前脈發成後扭力娘 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引擎蓋 它說這個叫做半殼製 半殼製的半殼 前面水箱護照呢 有鋼琴黑色的鋼琴烤漆 這個應該是它的雷達吧 然後下面呢是這個素色的塑膠原色 然後車燈 有一點像什麼 好像沒有改耶 有改嗎 有點像Swift 有點像Swift 不是他們都說這個叫大改款是不是 我都覺得有點像小改款 包含它的車身尺碼 包含它的整個車型 我真的看起來我覺得像小改款 真的不太像大改款 然後輪胎 185 556 好小的碟盤喔 不過小碟盤不要緊 它後面是股市的 我那時候 恩亞克 跟我說電動車比較少要用煞車 所以用股市環保歐盟什麼小的 我信了 你現在油電車也給我用這個 慢慢往回頭走就對了 我記得直播人問 你對於現在車子又走回股市 有什麼看法 我只知道現在股市超過2萬點 我沒有什麼看法 殺得住就好了 不然怎麼辦 要省錢不就這樣 好 ABC柱一樣 懸浮式車頂 所以做黑色的 真的很像 跟之前的我覺得好像 認真 我就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把門把改下來 那一樣喔 免鑰匙啟動 但是它就是用實體的按鍵 去按壓 那可以直接拉嗎 好 不行 所以你開門 還是必須要用按的 然後這個有 電熱的儲物的後照鏡 跟它的盲點的偵測系統 它這個角度啊 跟剛好我們買藍色有沒有 有沒有很像 SUBARU的車 BRZ BRZ之類的有沒有 SUBARU想要用這種 紅色光條啊 黑色的這種線條啊 然後又配上這個藍色 這個角度 你把它拍這個角度 有沒有很像SUBARU的車 然後後面有看到這邊 4個雷達 然後後面有一個 Hybrid的名牌 那這邊呢 不是它的行李箱開啟 而是為了鏡頭 做了一個小奶頭在這邊 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說實在的 因為它這一次的開關 是坐在這裡 我覺得你要做這個 你就乾脆 為什麼不坐在下面就好了 這一定是理工男 才會做出來的東西嘛 就是為了實用 去幹這個事情嘛 對不對 反正不管了 我就是要照地上 你就是想辦法給我做出來 這好像老闆 老闆會指使員工做的事情 有沒有 類似那種感覺 你就找地方塞 你就找地方給我弄一個 我就是要照到地就對了 我就是要照 攝影機就是要照到後面就對了啦 然後就這邊挖一個洞 哈哈哈哈 欸你知道嗎 我想到這個啊 我就想到以前 鄉下那個三合院 以前我們的租券你知道嗎 旁邊有個廁所 然後那廁所是舊的那種 敦式的 你知道我阿公很屌 他自己去買那個 木頭交鐵啊 然後自己去叮叮叮 叮一個洞 一個框框 像板凳的東西 可是中間是空的喔 然後自己坐在那個上面 哈哈哈哈哈哈 理工男 懂嗎 為了達成目的 什麼都可以做出來 後車廂蠻深的喔 那這個就是有個壞處嘛 我們搬東西就有一個 這個深度可能有25公分深喔 有些人不喜歡這個深度嘛 所以有些車才會墊高 因為有時候你要搬東西 你就要有一個這個 高低差 下面就是一個 反光衣 保麗龍 跟補胎劑 建議大家反光衣要放前面喔 我最喜歡看這板子 一樣是紙板喔 不算薄啦 但是也是紙板 但是不會很軟趴趴啦 好算有點厚度的紙板 還OK 那這邊一樣 都沒有 只有這邊有一個蓋子而已 然後這邊就是用一個很薄的 好 布 這是一塊布 這是一塊布喔 這不是紙喔 他連塑膠都不要 就用布遮起來了 折羞布啦 一般是會用 這種 塑膠鍵 對 封起來 它是用一塊遮瑣布 尾管是做隱藏式的 然後這邊也是 這固定的 不能調 好軟喔 好軟喔 上面也很軟 這樣弄一下就會動了 你看 有沒有 這邊就會動了 有沒有 好軟喔 板經軟怎樣 今天 Sienta T T什麼NCAP T4顆星 說什麼都市傳說 4顆星 CRV才3顆星 KUGA的CIV才3顆星 Cienta 4 你敢信 沒有 Artist跟CC還有5顆星 敢信 可是 看看就好了 哈哈哈哈 好 唉唷 你是針對喔 對 你現在是在針對某一個 廠牌喔 沒有 是因為它們5顆星啊 棒啊 哪部分做得很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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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跟車攝影機 是有做儲物線的 對我不知道其他車有沒有做 另外我們還可以來看一下它的這個隔音的部分 我不知道它隔音好不好 等一下開了才知道 但是它這個地方是有做多一層 它除了這個膠條以外 這裡還有再多做一層 好 然後另外B柱呢 它這邊是有做的 但是到這邊就沒有了 但是可以看得出它這個地方的膠條就是細的 這邊也是細的膠條 就很細啊 薄薄的 對薄薄的 然後A柱的這個地方呢 葉子板這個縫隙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是有填充的 就減少一些縫切的聲 門的開度蠻大的 我看後門 我剛開後門的時候發現一件事情 好輕喔 這開門的聲音有一點 就是 沒有重量感 手感有一點過輕 我知道啦 它這一代喔 因為它知道這個是一個代步車 親子用車 所以呢 這個是改成小朋友友善車 因為上一代小朋友不友善 你知道為什麼 把手太高了 對 上一代把手說明小朋友開不到 所以它這一代把這個把手改下來以外 車門的這個開變得很輕鬆很簡單 小朋友就很容易上下車 小朋友友善車 你看我用小拇指 超好開 有沒有超輕的 輕鬆就可以開關門 好 它這一次的這個配色 是用白色跟黑色 那我們來看一下門板的部分 這個都是硬塑膠 硬塑膠不織布 硬塑膠 好全部都硬塑膠 只有那個不織布 只有不織布其他都硬塑膠 全部硬的 沒有亂的啦 沒有亂的啦 靠一樣 70幾 73 現在73萬 其實算很便宜的車了 真的也不能要求 我坦白說啦 你好像也要求不了什麼東西了 好不好 都硬塑膠 然後這個就是烤漆的一個飾條 白色的硬塑膠 有做這個菱格式的壓紋 這邊有一個飲料 放飲料的地方 我覺得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現在的這個腳踏墊 都已經改成這種防潑水式的 這個我覺得蠻不錯的啦 雖然質感上面差了一點 可是我真的看到很多的車主 買了新車之後就換了這種防潑水 然後原廠的長毛捨不得用 就不如乾脆就給這個就好了 我先把它發動吹冷氣好了 好不好 我再來介紹 風扇開小一點 好抖 三缸發動就是抖 中央的這個儀表 好舊的是7吋 現在改成9吋 要看到車線是不是 照點啊 很照喔 很照是怎樣 壓起來 蠻大的啦 螢幕是蠻大的對不對 好那其實這個面板呢 跟前一代也差不多啦 就中間有一個小的資訊窗 然後左右是指針式的 撥桿式的溫度的調整 一整排 兩個USB的充電孔 跟兩個Type-C的充電 實體式的手煞車 一樣沒有AutoHole 這次多了兩個 加熱座椅 為什麼一直要給台灣加熱座椅 觀眾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有多少人會使用加熱座椅 好方向盤有縫皮 然後是白色的車縫線 有方向盤畫檔快撥 這邊有一個三角形的東西啊 我懷疑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看起來像是預留孔 可是你看喔 這個塑膠看起來很廉價對不對 這個塑膠近看 看起來有點粗糙 有點廉價 好然後這個就沒有燈了 你買這個車會被女朋友罵死喔 化妝鏡是沒有燈到 可是它化妝鏡也很大根 有屁用啊沒有燈照不到啊靠腰 只有靠這個燈而已喔 對啊這邊也都沒有燈喔 它這個椅子就是絨布的 有點軟你看 我不知道久了會不會塌你看 超軟我這邊折這邊都跟著動 有沒有來看一下後座 一百七十八公分 一百七十八公分 好頂住完全頂住 甚至就是要把這個稍微頂進去 那車頂的話一個拳頭 做得很直很挺 小車就這樣嘛 沒有中央扶手 應該反正就沒什麼期待吧 差不多吧 你坐起來好小喔 對我坐起來一下 對啊你看起來超級 沒有啊就這樣啊 好出去試一下吧 好不好 Let's go 82匹馬力喔 欸幹它自然進氣的喔 1.2 1.2自然進氣對不對 前提後股呢 難怪上一代他媽的 高先生說的沒有 高大哥說的沒有錯 高大哥說那個臉書嘛 車友說啊 這個 新款的沒人要 就 對 大家比較喜歡買這個 這個舊款 舊款很搶手 哈哈哈哈哈哈 夭壽啊 真的咧齁 有沒有一個四缸一個三缸 對不對 一樣82匹 舊款的還多一匹欸 扭力一樣 11公斤欸 然後又前提後股啊 差一個有沒有全速域啊 新的有全速域 舊的沒有 無線carplay 有線變無線吧 本來以前霧燈變沒有 抓場補短的概念 七速手自排 一樣啊 差不 差不 那這樣 引擎腳有三個阻尼器 阻你們的媽 我媽的 我現在是看他在抖 抖到不成人樣 我會混你了 哎呀 沒差啦 真的沒差啦 沒差我這樣 對他的印象還好 好 出發 他有沒有 模式可選 82匹也不用選什麼模式了 呵呵呵呵呵 好 來這個 再起步 力道 不足 虧我上一集 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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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什麼 STONIC STONIC 虧我還在那邊 講說不如買SWIFE對不對 我講的是上一代喔 呵呵呵 我先講喔 我講的是上一代喔 應該合理吧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買這一代嘛 所以 我不是說STONIC的那個 再加速有沒有 起步啊 再加速會有一個頓內感對不對 這個新的這一代SWIFE 剛起步也是稍嫌無力感 然後呢 我現在比如說我回油 再加速 也是一樣有類似的感覺喔 唉唷 欸怎麼抖一下 起步怎麼抖一下 那是怎樣尿尿沒尿乾淨 加輪聲 呵呵呵 引擎是很大聲的 也是 濕吼 我82匹而已啊 一定是要大聲的 然後 我靠輪噪聲也是很大聲的 不過這個 先說啦 底盤是 還是熟悉的SWIFE的底盤 底盤是真的 比起上一代喔 有過之無不及 底盤是真的不錯 我認真講 欸 已經到那個速線了耶 底盤不錯吧 還不錯啊 我剛剛那個過彎 速線這樣過彎不錯吧 雖然這個加速是悲劇啦 這個聲音 有沒有 欸可是這個底盤是真的不錯啊 這個底 這個要出Sport版啦 唉唷 拜託我這Def用這個馬力 現在怕算 你看喔 這個上來再加速真的 有一點疲軟 然後風切聲也蠻大聲的 輪噪聲也蠻大聲的 來 那個跟車在哪裡 這裡開下去 免下去 免下去 也開了 全速域嘛 嗯 車道至中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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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跟著有點近 我讓它到第二格好了 不過它的那個 車道的距離的那個顯示 有點不清楚 它的車壓在線上 它現在 我現在是幾格 你看得出來嗎 三格 噢 有了有出來了 三格有沒有 噢 有了這樣一格 兩格 這樣幾格 我問你這樣幾格 這樣幾格 這樣應該三格吧 三格 就是有點小啦 螢幕有點小 資訊窗有點小 欸四格咧 其實它是四格 它顯示出來了 現在其實是四格 它會壓在線上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好像 距離太近的時候啊 然後 比如說你看 歐巴條遠 有沒有 它會壓在線上 噢 因為你離前車比較近 對 我離前車比較近 然後等我越來越遠之後呢 它會逃離喔 你等一下喔 喔 逃離了 有沒有 車位變小 跟車目前開起來是順暢的 我覺得現在的三缸車啊 其實那個抖動最大的問題 是在於 起步跟將要停止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現在紅燈 將要停止 將要靜止的那一剎那 好 要停了 好 抖了一下 嗯 開始了 好 開始了 你的方向盤 副駕駛座 或駕駛座屁股 你的腳踏板 好 還起步這一下 好 起步你的腳 只要一離開煞車踏板 你就會覺得 它就是要加輪損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是剛路檔的那一剎那 你就是覺得它要加輪損一下 好 如果你能忍受這一個 剛起步 離合剛接合的這一剎那 的那個抖動感 好 那你就能接受三缸車 那速度上來之後呢 我覺得 目前我開過的三缸車 其實速度起來在行駛當中 已經不太能夠感覺出 三缸車的感覺了 那我們現在又要煞車了 我們要停下來之前 來了 我們來了 啊 我這樣很像什麼 以前我們開四缸車 如果有一根點火線圈壞掉那種感覺 我們在講三咖三咖 就是這種感覺 台語的專業術語叫做三咖三咖 三腳嘛 你知道嗎 本來四腳要很穩 變成三隻腳 類似那種 起步又抖了一下 就是這樣 那再來這個就是我常在講的 Suzuki的車一直以來 我覺得它的底盤做的都蠻穩健的 開起來不會讓你有那種 底盤的那種空洞感 其實算是紮實 我覺得比起前一代的 底盤真的是更棒的 我認為是更棒的 如果啦 我聽說它年底或是明年初有沒有 應該會有Sport 四四缸的話 我跟大家預告 我再訂一台好不好 阿呆 你覺得如何 再買一台 Sport啊 爬坡這個叫聲是真的 真的是有重拖感啦 這個真的是會有牛叫聲啦 我們不能只笑你上個車子啦 有沒有 對啊 很大聲 我不敢重踩 重踩更大聲啦 Suzuki是沒給我們錢的 它如果給我們預算的話 我就不敢重踩了 因為查去不能聽耶 油耗是22 25 24 怎麼那麼奇怪 平均24喔 對啊平均24 所以高速公路25喔 怎麼好像沒有拉得很遠 好像都差不多 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證明它是什麼 市區取向嘛 它高速沒有占便宜嘛 有電車嘛 電在高速沒有占便宜啊 高速應該還是用油啊 對啊好不好 所以有超過20其實就是算滿省油 所以它的定位就真的是一個市區的代步車啦 所以我講了 其實像剛剛我們講的高速的這個風切聲啊 輪噪聲啊 你看在市區就沒有了 所以就是時速50公里以下的好車 跟Soli有一樣 所以Suzuki專門做這種車 Jimmy也一樣 50公里以下的好車是這樣嗎 不會啦底盤 我覺得底盤是不錯的 你不覺得有點硬嗎 不會啊 你怎麼會覺得它硬 跟這車搭不起來 就以它的外觀來看喔 你覺得可愛可愛的啊 對啊 它史迪不是會這樣嗎 它前一代不是就這樣嗎 因為它比前一代更硬 我覺得 我覺得更紮實 更像歐洲車啦 你像以這種小車來講喔 抓一個對比來施殺好了 例如說這個FIT好了 它跟FIT的底盤 我覺得差在一點就是 FIT的底盤 我覺得我會稱它叫做流利 但是呢 稍嫌 輕盈跟空洞 比較接近日式的那種底盤 但是SWIFT的底盤 比起FIT的底盤呢 它比較流利 它多了一份紮實感 它比較有重量的感覺 它的馬達功率啊 有比起前一代是稍微增加 0.4匹吧 不過它這個CVT一樣是7速模擬 但是它好像換了 換成愛性了 大家好像是聽到愛性 是覺得是比較大廠的感覺 我們先前有提到 這個價錢其實比起它的前一代 應該算是沒有漲吧 我覺得現在車廠不漲價 應該是一個真理吧 現在這種時機 大家生意這麼差應該不應該漲價吧 尤其日幣又沒有漲疲軟的狀態 在漲價的時候不過去吧 對不對 在消費者的立場應該是要降價 是最好 如果降價應該要拍手 對不對 我看那邊留言蠻多人問 為什麼要買這台車 說為什麼這個莫名其妙要買這台車 雖然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其實我們一直都 我本來一直設定不太想買新車了 它那陣子真的太閒 我們不知道要拍什麼嗎 沒有什麼車好拍 真的沒什麼車好拍 然後剛好這個 要講這個嗎 應該沒什麼好講 就剛好那陣子那個 我停要了嘛 停要了就忽然就有動力了 就想要找點事來做 剛好又遇到這個事情 想說就忘了嘛 就想說之前買個車來開開箱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吧 有些新觀眾可能也不理解 我們本來就常常在買新車在開箱 開完箱之後再考量狀況之後 再把它賣掉開箱來跟大家分享 對這我們本來就以前很常在幹的事情 所以就也是臨時起義啦 真的也是想說奇怪了 這個舊款跟新款的價差這麼小 那真的是新款不如舊款嗎 有時候會這樣想 那當然啦 換一個角度來講 這個一二十萬的價差 也許真的對蠻多人來說 也是一個蠻大的金錢 可是再來第二點就是 這個一二十萬的價差也代表著一件事 當一台車啊 它比如說 我們上次在影片當中有講到 它都已經兩年了 那價差才我看 才一二十萬 十幾萬 不到二十萬 代表著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廠牌的二手車 它會保值 代表著一件事情 就是例如有可能像高先生講的 真的是消費者相較之下 覺得前一代的某一些配備上面有優勢 那第二點 就代表說這一款車 在妥善率上面 是受到消費者青睞的 有口戒備的 有目共睹的 不會擔心回來 要面對後續的保修問題 所以它才會保值 所以我覺得 價差會小 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 然後再來一個 也很多人在下面 順便回答一下 觀眾朋友留言的問題 我看到一些留言說 你們這個車商去跟人家收的時候 就說看出廠 賣的時候就跟人家說年事 不是我們 絕對不是我們 你可以到我們這個 小試汽車的官網去看 我們無論收跟賣 我們都是以出廠下去看 因為我跟大家分享 銀行在貸款 在賤價 它就是看出廠 所以我們無論收車 無論賣車 我們小試汽車 就是用出廠的年份 下來做評估 我賣的時候我也是用出廠年份 除非有一些是這個 配備上有差異 我們可能會跟消費者講 這台車 可能是二二年出廠 二三年領牌 有些會有配備上差異 我們會特別跟你說明 比如說 有些車 比如說它二三年有油電 所以我們會跟你講 這是二三年四 它有輕油電 但是它是二二年出廠 但是一行見價 它還是會用二二年下去做見價 它絕對不會 借你二三年的錢 然後還有一些 說什麼車主別買 那個我們都是問過的 只是被剪掉了 阿袋把它剪掉了 不是喔 不是阿袋剪的對不對 古瓜剪的 古瓜剪的 就是包括那個 大牌上幫它做遮擋 然後幫它別埋 那這個拍攝 我們都是經過同意的 好不好 這沒有問題 甚至有時候我們還會有那個 拍攝同意書 會給車主簽 這個大家可以放心 因為我們做這個自媒庭做很久了 好不好 有些說我們這個它什麼 討流量 換 換什麼 換錢 不要鬧了好不好 換不到錢 要講幾次 那個十萬流量換六千 你們去算一台Swift 到底可以換多少流量 可以換多少錢 你們都免費窄耶 你們有沒有超級感謝 到底有幾個人有拉 超級感謝拉滿的啦 我為什麼慢慢的 我不想買新車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買這個新車回來 開箱給大家看 你們看得很爽 對啊業配啦 說真話說假話啦 媒體部阿呆 你看養不起變那麼瘦 你覺得流量十萬流量換六千 我怎麼養 我就問怎麼養 你賣車不就可以養 賣車跟媒體 請問是同一件事嗎 我就問嘛 業務不用薪水 不是阿 媒體部是媒體部 賣車是賣車 這是一回事嗎 我不拍新車 難道我就不能賣車了嗎 我拍二手車就好啦 我幹嘛拍新車 所以我為什麼慢慢不想要去做新車 阿對 還有很多人說什麼這個業配 我跟你講老話一句 今天這台Suzuki Swift 如果我收錢 我是業配 我死全家 阿如果我沒有說這句話的 你死全家 好不好 我在這邊就這樣講 不是無聊嘛 我就講了 我要養一個團隊 對不對 阿收錢的話 你們又聽不下去 阿沒收錢 你們很爽 我又沒收入 那怎麼辦嘛 我覺得大家要有媒體試圖的能力 我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認為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 就是其實阿 我們在騙尾 我們都有把這個贊助寫上去 阿你如果看不懂就算了 阿看得懂的人 你就看得懂 阿如果你要無腦 你要成天 在你的景裡面 看著天空呱呱叫 當個無腦 沒有媒體試圖能力的人 我真的也沒有辦法 我必須要養我的團隊 你看不懂 我真的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盡力了 因為我們也必須要過生活 要理性的去討論每一個話題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或者是你把這個當作消遣娛樂 看一看大家就算了 我認為是這個樣子 最後做個總結好不好 反正呢 這個SWIFE呢 最後的結論 我覺得 它就是一台 很平時的代步車 那它的價錢呢 我覺得 以目前我們能買得到 要買一台代步車來說 就差不多 是這個價錢 它應該要有的車子 因為我覺得現在車子 本來就是越來越貴了 而且它的確 它也沒有漲價了 現在的車差不多就是六七十萬 你要買一台代步車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認為它的底盤 真的還是我想像中的 甚至比前一代還要更好 但馬力動力不足 好不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新車的開箱 也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非常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坐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